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很多人不懂怎么帮助王者 家里的人死后先是哭哭啼啼 然后稍微做一点善事 基本上一个星期就完事了 虽然连池大师 印光大师等大德都再三强调 一定要为王人做满七七四十九天的佛事 唯有善法才能利益王者 一定要为王者多做善法 可惜的是 很多人不为王者做善法 只是一个劲儿的哭 我见过有些人哭得特别厉害 其实这对王者没有任何利益 反而有很大的危害 正法念处经理说 闻其悲涕哭泣之声 叶峰吹令生于益处 本来王人可以生于善处 可是听到亲人的哭声后会失去正念 最终为叶峰所吹而转生于不好的地方 若病重将终之计亲属不得 垂泪哭泣 激发皆叹 懊恼之声 霍乱心神 拾其正念 才又丝毫练世艰辛 变成挂碍 不得解脱 看了这些教言 大家以后千万不要在王者面前哭泣了 应该为王者创造一个安宁的环境 这样的话 如果王者有修行的境界 就可以安住在自己的境界中顺利解脱 汉帝有为王人设灵堂的做法 很多人也特别强调设灵堂 从佛法的角度讲 设不设灵堂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为王人设佛堂 在藏底一个人死后 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 或者是搭一个帐篷做佛事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并不完全反对设灵堂 但灵堂的规矩最好改一改 光是挂一个大大的遗像 这没有什么意义 不如在上方再挂一个佛像 这才有功德 供桌上也不要摆婚石 要供素食 要求来灵堂的亲友们不要哭闹 要一心念愣严咒阿弥陀佛名号 或观音心咒 当然如果没有能力 有些人即使想按佛法办丧事 也不一定做得到 但如果自己有一定的能力 就要尽量改变世俗的做法 按照佛教的方式来办丧事 从死者断气到火化遗体 中间需要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不能操之过急 据说有些殡仪馆 火化遗体时工作人员 常常听到焚尸炉中传出哭声 我想这可能是火化太早了 亡者的神识还没有离开身体 一接触火 人又苏醒过来 结果把人活活烧死了 对于死后 何时方能处理遗体 佛教界的说法不一 为保险起见 最好是人死后四天 或七天再处理 总之 在生死大事上 大家切勿依从世俗之见 汉帝民间有 硬衬体有余温 早为更衣的说法 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一定要等身体冷透之后才可更衣 否则过早翻动亡者的身体 亡者会起烦恼而多入恶道 当今时代 人临终时基本上都要进行抢救 一番输痒 输液敲打之后 临终者的心被搞得特别乱 甚至原有的修行境界也用不上 因此 修行人临终时 不要在医院接受抢救 最好在家里安静地迎接死亡 汉帝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人死一定要哭 不哭凶星不退 虽有些人专门请人哭丧 并且通过扩音器把哭声放出去 还要放一些悲伤的音乐 本来有些参加丧事的人不想哭 但被刻意营造的气氛所感染 最后也跟着哭起来 眼泪也自然而然流出来了 实际上这样的哭泣 不但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有很大危害 此外 汉帝很多地方 有杀生祭祀的恶习 古时候 国王大臣等有地位的人死后 要杀人做陪葬或祭祀 现在则是杀旁生做祭祀 这种行为非常愚痴 过失也相当大 譬喻经中记载 以前佛陀和阿难来到一条河边 首先见到五百个恶鬼 割淫而行 后来又见到几百个人提哭而过 阿难问佛 恶鬼为何欢歌 人为何提哭 佛告诉阿难 这些恶鬼虽然因为恶意而堕入恶当 但现在家人为他们做善事 他们马上就要解脱了 高兴地唱歌 而那些人的家人不为他们做善法 反而为他们杀生祭祀 后面很快就要有大火逼迫 所以他们提哭 《地藏经》中也说 厌福提众生 临终之日 圣物杀害及造恶缘 祭拜鬼神 求诸亡粮 何以故 而所杀害乃至败祭 无先豪之力 立以亡人 但结罪缘 转增身重 所以大家不要杀生祭祀亡人 如果这些人真的爱去世的亲人 也很想帮助他们 那千万不要为他们造恶业 应该为他们多做善事 最好在49天内 不间断地做善事 在亲人去世后的七七49天之内 大家做佛事帮助 王者超度 回向是非常重要的 假设这个人不信佛 生前所造 杀生等 罪业深重 种下的是地狱道的因 那么作为亲人 应该怎么帮助呢 在他死后的七七49天之内 做烟供 火供等 佛事 即放生 供灯等善事 对他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杀生多 尹业已种一些恶因 是地狱道的果报 但由于后期 子孙儿女们 尤其是学佛的这些子孙儿女们 为他做许多善事 这样可以转变他的尹业 业是可以转变的 从地狱道 慢慢转变到恶鬼道 畜生道等 相对来讲 业报轻一点 特别是做烟供 上有供养 下有不失 对众生们 尤其是中阴期的 吃不着喝不着的 这些众生们 利益很大 可以这样帮忙去做 还要舍弃所爱之物 过去在藏地 王者的家人一般会按照 佛教传统 把他们生前的心爱之物 用来供僧不失 全部舍弃 不管是上好的马匹 华丽的衣服 还是贵重的珍宝 而现在的人很少这样 反而在人死了以后 如果留下什么不错的手表 念珠 手机 电脑 车子等 子女立刻归为己有 其实王者生前 特别喜爱执着的东西 家人最好把它处理掉 不要自己用 否则他们说不定死不瞑目 会一直盯着你 可以拿去供僧 或者是放生 应经书 做各种善法 这对王者有意 也符合佛经的教义 有些子女在父母去世后 把他们最心爱的东西卖了 分完钱后 只拿出一点点 用来念经做功德 这是不合理的 按说如果心不吝啬 或者条件允许 王人的遗产中 理应有属于他的一份 比如原本是三口之家 总共有三万元遗产 王人应当 和圣祭的两个人 各分得一万元 这笔钱是他自己的财产 应该被他做功德 否则一万块钱里 只拿二三十块钱念经 剩下的都被子女分了 这不太好啊 以上是佛教的一种观点 供大家参考 亲人过世了 离开的只是他的肉体 如果相信 只有我们怀念他 他也思念我们 就能理解其中的关系 由于彼此的情感 无论是我们思念过世的亲人 还是他们总是关注在世的我们 在相互的执着思念中 我们就容易受伤害 这有可能也不是亲人直接回应的 而是某个恶因 圆结的恶果 所以首先要保持正念 要知道自己有责任帮助自己的亲人 而不仅仅是思念和情职 正念就是要尊重生命 不能亲人都已经离开我们了 我们还死死拽着他们 以情职去干扰他们 无论离奇的亲人是在哪个世界 不去思念他们 但可以祝福他们 拿什么祝福呢 就是无论我们在哪里 都要先好好的 安心的过好自己的生活 亲人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